我就是个农村土鳖 因为土鳖思想 如果你是个大学生 除了你这个大学 别的大学都没去过 你叫嚣你这个大学是最牛叉的大学 你就是个大学徒 李宏业单方面拉黑郭德纲 提问的时候别提到郭德纲啊 我们这 我这个房间最不喜欢听到的就是郭德纲 因为我没法回答呀 我一回答就说我撑热的 所以你们千万不要回郭德纲 咱们说 李大博士还真是有当有利 一边不让网友提到老婆 一边自己为莉莉研究老婆 当初李宏业被郭德纲淘汰后 又参加了很多综艺节目以及晚会 又新认识了很多主流相声界的前妹 比如说苗富 江坤等 尤其是江坤 为他们夫妇二人带来了很多帮助 可能这也是在李宏业直播时 等江坤才郭德纲的原因吧 如今李博士已经不再参加综艺了 不知道是太有挫败感还是没人邀请 如今的李博士另辟蹊径 沉迷上了网络直播 一开始 自己一边宣扬自己的公事相声 一边吐槽郭德纲 然后他呢 深圳的人群主要是底层的人群 我正针对人群主要是有文化的人群 他呢 没怎么读过书 我呢 却读到了国 后来觉得不过瘾竟然开启了连麦环节 有些网友早已按捺不住 上来叫李博士如何做人 老师 我是个农村人 就像你刚才说的上海交通大学 我都没听过 你给我再请985221 对我来说不到什么意义 我是怎么想的呢 我是个农村人 我没有去过别的村 我只在我村待过 我就叫嚣我的村是世界上最美丽的村 我就是个农村土鳖 因为土鳖思想 如果你是个大学生 你叫嚣你的大学是最牛叉的大学 你就是个大学土鳖 此时的李大博士也周虑了 半天也没别出一个句话 真不知道这个时候是该同情他 还是笑话他 李老师传统相声未来可欺吗 我告诉你啊 传统相声未来特别可欺 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等我死了之后 我的相声全部都会列为传统相声 所以你觉得未来能不可欺吗 太可欺了 传统相声是啥 就什么都不是 你们千万不要说传统相声是这个是那个 哪个也不是 就哪个好就列子 就把它归在传统相声名录下 哪个好就归在传统相声名录下 你像一百年前对吧 一百年前咱们的咱们所谓的传统相声 全是单口的 一个对口都没有 是不是 那是不是咱们就叫规定 只要是传统相声必须在单口啊 那后来谁发明的对口相声啊 也没人知道 也没法考证了 反正最后就好了 就又归在我传统相声名下了 对不对 然后你像什么这个侯宝林先生的相声 现在好了 又归在传统相声名下了 对不对 以后什么把技老师的相声啊 什么郭德纲的相声啊 就全部都算传统相声了 所以传统相声是什么 就什么好就算 就算传统 你们就看不明白这个 一笔一碗 开不开心 然后有一句话 我特别特别的想送给你 就是希望您 就是能够就是采纳一下 好呀 我头一次听说希望我采纳 没问题啊 对 这句话就是 你现在走也来得及啊 你现在走也来得及啊 一句话 差点把李红叶牵过去 焦大博士直播平台 连卖网友翻车 这位网友上来以后 差点没把这位博士送走 这句话听着真解气 自从公示相声注册抖音以后 没人发视频 就是抨击郭德纲 填补支持的蹭老郭的流量 那叫一个敬业 许多网友评论说 难道博士每天都没事情做吗 这么闲 这也呼应老郭的那句话 吃一口糖兽长生不老 骂一句郭德纲大红大紫 最近两位公示艺术家 也开始直播了 然而直播的话题 依然是彩获老郭和德云市 网友在评论区刷起满屏的二百五 他似乎看不到一样 或许他已经发现 被大家黑也能走红 他还曾表示 并不是自己再蹭热度 而是热度来蹭他 估计就是因为在相声 有新人的舞台上 跟老郭抬杠 抬上了热搜 也许是那时候 让公示二人组 发现了流量密码 被淘汰以后 李红叶就开始 带着他的公示相声 到处对老郭进行碰刺 在这之前 二人也曾经参加过一些节目 甚至还登上过央视局班的相声比赛 在这场比赛赛场上 还坐着两位相声界的前辈 江坤和冯果 而在比赛过程中 他们二人按照自己的公示相声 进行表演 然而下面的观众 无动于衷 终于有个观众笑 却被李红叶制止了 并且表示 按照公示来看 那个时间段 不应该笑这种说法 真是让人哭笑不得 说了 这个 甭管是白马猴 还是马上照 大部分都死了 死者为大 欺负人都死了 有权势的死了 到死 英魂都为大 那挨过欺负的 死者就不为大吗 那个牛子 欺负过人了 死了 也死者为大 挨欺负都抑郁 都欺负死了的 也是死的 死的不为大 不讲理吧 对吧 今天马戏老师讲了 对吧 侯府 有些人多少年 没去过一趟 侯老爷子住院 倒在炕上不能动 没伺候过一天 这话都不许说 到现在还阴魂不散 所以这行没有办 为什么我说巷上死的呢 为什么现在每天 我鼓励年轻人 不要再被这些个 他们这么多年 苦心经营的 这些个反动 会到门的 这些个思想 帮派 旧社会的糟糕 来笼罩着 剥削着 压榨着 一代一代的巷上人 谁掌握着话语权 谁就吃头份 谁掌握着电视台 谁就先出名 所以孩子们 就现在目前孩子们 以后啊 比我小的 见我就叫老汪大哥 就一切为了内容 为了市场 为了流量 别扯他们了 而现在目前 很可怜的一些孩子 脑子 还以这个为光荣 还愿意 没事外边磕头去 还愿意 每天他任何帮不了你 他还每天 已经对你没有任何用途 还给你瞎马骑 没事 你还去拜码头 还建这个 师爷 建这个 师叔 脑子里那流毒啊 过去那个药效的 那个毒素啊 还没出来 所以很多孩子到现在 我看着孩子们 还都可怜 还都可怜 那个陈兴权今天说的好 老汪徒弟结婚 你干嘛去 我去 你为什么去 我不是冲他徒弟 他徒弟啥也不会 我就冲老汪 我去 我还随理 我要老汪 治我一情 老汪那个人 那脾气 我今天去的一趟 我随着几千块钱 就老汪日后 给我电视台 安排一次露脸机会 几千块钱买不来 二一个 我见他叫声书 我到三亚 吃他一星期 我也能吃回来 陈兴权 吃一年 书都管你 这叫聪明孩子 今天耍抖音 发现好些人都在说 共事相声李洪业 假如取歇这个事 哎呀 这都是2019年的老新闻了 有吗 可说的 但是有的人就说了 但李洪业这个奏性 都能加入取歇 那说明取歇的门槛 也太低了 建议就不懂了 取歇的门槛倒着了 不是骂样的人都能进 党员了 你可以不会说学逗唱 不懂竞评棒球 但是只要你怼过果德杠 那就能到取歇 天表领章 那么说吧 你领过一只紧猫来 只是让这个紧猫 摇上果德杠两口 立马到取歇 办理入职 成为取歇的看门狗 另外啊 那个自称会所向上的 李洪丝啊 你别总说 你会所冠口 你别总弄那个 鼠道 男在那 得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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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行吗 你会开分社吗 不会 你们忘京地去 我开不了 风太大 西安 也就这两家也不会再扩张了 盲目扩张不一定是好事 而且啊 全国各地都有说向上 你是西安说向上好好的 你跑到人家兰州开一店 人兰州说向上怎么想你 这不是影响团结 可能大家现在对向上行业还是不够了解 向上行业过去没有说这个社那个社 到这个社 到那个社 西安是清举社 北京是德云社 天津是千祥义 比如咱就拿这三家举例子 那么全国向上演的这三战大地 我拎着包扎着大褂 我先到北京 后到天津再到西安 我哪个社的都不算 我演一圈回我自己家 这都可以 只要你是说向上的就行 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 后来风气就转变了 特别强调我这个社 我个人我怎么着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 但是现在整体说这两年有回归 好